下一个单词叫做aviary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是大型鸟舌鸟雷饲养场 大家看一下 首先你看到这个单词 我刚刚讲过吧 是不是ary结尾的词 我说如果是名词的话 表示的是地点 你看是不是 表示人或地点 这里面表示地点了 那么这里面呢 关键部位就在于 它的前半部分 就是这个avi 大家看一下 那么avi开头的单词呢 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这里面是一个重要词根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bird avi注意 它跟什么有关 表示是鸟的意思 表示跟鸟有关 刚才讲那个av是表示什么 是叫贪婪吧 还记得吗 贪婪大米 还记得那个词怎么说吗 AVA 两眼睛吧 加个rice 还记得吗 Avarycious 它有个叫Avi的 但这要注意一下 Avi跟那个不一样了 它表示的是bird 跟鸟有关 鸟的意思 就是你看鸟的 有鸟的地儿吗 大型鸟舌 鸟类饲养场嘛 那么看它下面有哪些派生词 第一个词叫做aviation 第二个词叫做aviation Aviation Aviator 下一个词叫做 Auspicious 下一个叫做Augury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aviation 第二个词叫做Aviator 第三个叫做Auspicious 下一个词叫做Augury 来看这四个 第一个单词叫做aviation Aviation这个单词 其实这两个词都 它没有翻成鸟了 它取的是鸟的特点了 鸟这什么特点 鸟 你要提到鸟的特征 咱们马上就会想到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语中不同的 跟其他动不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飞 这第一个词叫做 航空学飞行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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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词呢 AOR表示人了 这什么人啊 叫做飞行员 千万不要翻成鸟人 什么表示飞行员 一个是航空学飞行术 跟飞有关 第二个叫做会飞的人嘛 对不对 叫做飞行员 飞行员 好 那么来看这边呢 第一个叫做auspicious 我会发现 这个AVI没有了 跑哪去了呢 请注意 这个AVI变成了谁 第一天我给大家讲过 还有印象吗 我说当U 行进字母的替换 磁数转化的 第三条行进字母替换 UVW UV通假的时候 因为U本身就是原因 所以它会去掉 原来的原因 它把这个原来 这个I给去掉 所以说这个鸟跑这儿来了 这个AVI变成了AU 看到了吗 第一个叫auspicious auspicious翻译什么意思呢 叫做吉祥的吉兆的 吉祥的吉兆就是 a good sign signal 一个好的一个信号 一个讯息 叫做吉兆的吉祥的 其实这个单词 如果咱们稍微 流行一点的同学的话 咱们会在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会看到这个词 那个时候就是说 那个火炬叫 祥云火炬嘛 写的就是这个词 auspicious cloud 写的就是这个词 为什么叫吉祥的呢 解释一下 AU跟鸟有关 你看看spic 这个词根 以后咱们再展开讲 今天先提一嘴 它的原型词根是spec 跟看有关 这个词根表示看 为什么叫看呢 咱们学过最简单的词号 你回忆回忆 叫做观众 叫spectator 对不对 观众spectator 体育比赛赛场上的 看台上的观众 我们还学过哪个词能佐证呢 比如说学过那个 尊重respect 反复看 你看再次看一下 以示尊重 不断去仰视它 这种感觉 看它 那么这里面是发生一个 原音变形 意变成了I 所以就看到了鸟 这叫吉祥的 为什么说看到了鸟 这吉祥 这个典故出来 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 你看一看 故事咱们不得讲了 大家正常稍微上过 上初中高中 相信咱们众生老都会给大家讲到 那个小鸽子回来的时候 诺亚方这个鸽子之后 回来这个dove 掀了一个橄榄枝 有这个橄榄枝的话 大家明白了 就是长出生命了 所以说看到这个鸟 这个鸽子是一个吉兆 这样去记 auspicious 这个典故事来对它 看到了鸟 吉祥的 吉祥的 Augury这俩放到一块 AU看到这样两个 那么它叫什么叫征兆 就是一个征兆 跟它是同源的 征兆 上面是吉兆 这是征兆 征兆它俩是一家的 读一读 auspicious Augury 是一个征兆 然后这边叫做两个飞有关 一个是飞行员 Aviator Aviation 那上面这个单词叫 大型鸟舍鸟类思想场 AVI 大家要记住 可是跟鸟有关 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印象 好了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读一读 叫做Avow 大家看这个单词 就公开承认 公开声明 公开承认 公开声明 那么咱们在以前学过承认 大家回忆 回忆高中第一个词 高中学的第一个单词 admit 对不对 第二个单词呢 上到大学之后 那么四千词汇里就有了 叫做acknowledge knowledge这个词 前面加一个ac 知识那个词 acknowledge 看看有没有印象 第三个单词 叫confess C-O-N-F-E-S-S 叫confess 叫做坦白承认 C-O-N-F-E-S-S 一起说嘛 咱们学过教授 叫professor 在前面说的教授 那么这个confess 表示的意思叫做 一起大家都说了 咱俩都招了 叫做坦白招供 这三个词呢 是咱们之前 记住好点的 我们应该之前知道的 至少你应该知道两个词 confess 稍微难那么一点点 那么这个Avow 有词强调什么呢 强调to admit something acknowledge in public 公开去承认一个事情 公开去声明 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于Valve这个词 Valve这个词 我大家以前有没有见过 它表示的意思叫宣誓 A在此处是一个加强 就是去宣誓 宣誓一般就是指在公共场合 你不能说地下 钻备word宣誓 不会这样的 一定是公开场合 去说一个事情 如果你认识这个Valve 就非常好 去公开去说 叫做声明 如果你说老师这个Valve 这个宣誓这个词 我没有见过 我就把它解释一下 它其实这个Valve它是来自谁 就是来自Valve Valve 就来自它的前半截 C名词后缀嘛 不用看 就来自于它 A是一个加强 就是Avoi Avo 就是Avoi 它相当于这种感觉 它相当于这种感觉了 Avoi C没有用了 原因发生的变形 Oi和O 这不都是发原因吗 是来自于它 叫做公开声明 那么它的反义词呢 就是否认 否认用谁来否定呢 用dis来否定 disavow disavow 那么咱们在以前学过一个否认 叫做deny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吧 deny 也是一个高考词汇 这个不往黑白上写了 那么注意一下 首先先写了 它的一个同义词写在旁边 这俩放到一块笔记 读一读 Av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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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公开声明 去说这个事情 Avoi 也表示这个意思 公开声明 公开承认 为什么这个词 也叫公开声明 公开承认 读一读 Avoi 终于还在那里面 A肯定还是加强 因为这是正向词汇 公开声明 这个Ver 刚才讲过吧 Very similar 还记得吗 真实的 真的东西很多 Vericious 再次复习一遍 多吗 真的很多 真实的 所以这个强调是加强 真 把真相说出来 将真相公之于众 是这种感觉 把它放到一块 读三遍 Avoi Avoi 它俩同意的 Av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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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公开声明 公开承认 公开声明 好了 那么这里面 主要把这个词根 也是做一个展开 说一下 那么来自于这个声音 是有这样一个词根 咱们来看一看 Voc和Vok 它们都是来自于 Voice这个词 Voice这个词的一个变点 这CK 它俩是一样的 那么作为词 跟那样表示说话 或者是叫喊都行 Call or to speak to call 是跟叫喊说有关 下面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词 第一个词 Vocal 第二个单词 叫做Equivocal 第三个单词 接下来看 叫做 看这边 Vocal Equivocal 下一个词叫做Vociferous Vociferous 下一个词叫做Provoke 下一个Revoke 下一个Convoke 下面一样叫做Provoke sorry 叫做Revoke Provoke Revoke Convoke Invoke 好最后一个叫做Evoke 好我们把这几个词放到一块去看一下 都是来自于声音这个词根的一个拍声 这三个词 这三个放到一块是Voc的 Vocal Equivocal 喜欢的同学还是一样 多去读一读它 Vocal Equivocal 下一个词 Vociferous Vociferous 下一个词 Provoke Revoke Convoke C-O-N 下一个Invoke 还会叫Evoke 一共是这样几个单词 我们一起来串一下这几个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Vocal Vocal这个词非常好记忆 你看就是声音 加个Al什么词形 给你了 形容从这边 叫声音的 就这个意思 声音的 发声的 第二个单词叫Equivocal Equivocal Equivocal这个单词呢 你看Equal叫什么 咱们都知道 叫相等 Voc叫做跟声音有关 Al形容词后追 声音几乎相同 这声音推向了 这种感觉 这个词等于谁呢 来再来一遍 之前咱们讲过这个词 叫做Ambiguous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 估计出两个吧 Ambiguous 有印象吗 再刻意去记一记 忘记再记一遍 估计出就是它俩 其中一个叫做 摩棱两可的 它俩同一词 这边说摩棱两可就想到是声音太像了 声音几乎是一样的 你看有时候我们听音乐 听CD的时候也会觉得 这人明明以为是这个人 A歌手唱 但一看不对封面 一看是B歌手 他声音太像 就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听 王飞唱歌跟邓丽君很像 就觉得分不清 因为声音几乎是相同的 几乎是一样等同的 是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摩棱两可的 摩棱两可就这么两个词 一个叫Ambiguous 一个叫Equivocal 读一读 声音太像了 有的时候经常把这个人的声音 当中那个人的声音 这叫做模糊 摩棱两可的 好 下一个单词叫Vociferous 大家看这个词Vociferous Vociferous这个词呢 你看还是来句声音 第一部分FER FER呢 之前其实在课程当中 我给大家介绍过 我说FER作为词根表示的意思 叫做to carry carry表什么意思啊 叫搬嘛 是不是叫做搬 携带 搬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你看他带来了什么呀 带来了声音 记住这个解释 你看带来声音的 这叫什么呢 Transfer嘛 是不是说过吗 Transfer Ferry 杜伦 转移转换 带来声音的 这叫什么呢 叫做吵闹的 这个词叫做noisy的意思啊 等于noisy叫做喧闹的 吵闹的 带来声音的 喧闹吵闹的 形容词啊 好 我们下来看 最后这几个动词 大家放到一块来看一看 第一个词叫做provoke 大家看这第一个词啊 provoke的单词呢 叫什么呢 你看这怎么喊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每个词都有它一个解释 你看在前面喊 provoke somebody provoke somebody means make somebody angry make somebody angry 叫做激怒 provoke your mother make your mother angry 你看总在前面喊 大喊大叫的感觉 这叫把人激怒 你看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在你爸妈面前喊过 我不去 我不吃 我不吃 你妈光一个耳光 打那了 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激怒 所以你看看以后你要 你的孩子在你面前喊的时候 你也是一样 provoke激怒了你 下一个词叫revoke re画一个横线 喊往哪喊往回 re还是取back 把这东西呢 喊回来 建议大家还是写一个词组 revoke my order revoke my promise 都行 写一个词组 revoke my order 把我的命令喊回来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是喊回来 这样的一个解释 它叫什么意思 叫取消收回 把命令喊回来 说了命又弄回来了 叫做取消收回 叫做revoke 下一个叫convoke 记住我的解释 怎么喊 cun叫什么叫一起共同 喊到一起 记住这四个字 喊到一起来 叫做召集集合 convoke 把大家喊到一块来 叫做召集集合 集会用它也行 集合叫集 下一个词叫做invoke 你看一看 深入去喊 喊一个事情 深入去说一个事情 这叫什么呢 叫做恳求 你看求 使劲去说 这个in其实是表示一个加强了 叫做恳求的意思 invoke 最后一个evoke 意表示方向是哪儿 向外 方向表示外面的感 喊出来的感觉 这个叫什么呢 叫唤起唤醒 啊 这种感觉 喊出来 喊出来的感觉 唤起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叫做唤起唤醒 但这个唤起唤醒 一般都强调的是 唤起某人某种情感 他不是把这人叫起来 醒了 醒一醒吧 下课了 别背了 不是这意思 他叫做情感上的一种唤起机器 比如说老师上课讲了一段 大家都笑了 这叫做evoke a laughter 唤起了一阵笑声 比如说引起了他对于篮球的兴趣 evoke his interest in basketball 对不对 evoke his interest in basketball 所以就叫做喊出来唤起 invoke 深入去喊 深入去说是恳求 把你们喊到一起 是集合召集 往回喊 revoke my order 把命令喊回来叫取消 收回 在你前面时间喊 激怒你 在一个人面前喊是激怒 好了 那么这次道理就结束了 不要忘记 avail a verb 公开声明 公开去宣示 公开去将真相说出来 公开声明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A字母的 就全部都结束了 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B字母开头的词 第一个词读一下 叫做bami bami bami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芳香的 温和的 好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单词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芳香 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单词 还记得吗 花是芳香的 l 分勺是臭名昭著 还记得那个词吗 叫fragrant 还记得这个词吧 fragrant fragrant 第二个叫温和的 就形容我们说叫做mild 天气 温和的 mild pleasant mild都行 那么bami这个词呢 比较难一点 你看但它不是特别好记了 因为它没有展开词 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词通过谁去记呢 首先把它的这个名词给大家说 就是bam b-a-l-m bam本身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 soothing cream soothing anguant 叫做什么呢 我们说叫做这个安慰剂 或者叫做香膏香油 这个香膏啊 你要注意一下 香油它不是说吃的那个香油 芝麻油不是那意思啊 它边有只是阵痛用的啊 这种啊 叫做香膏香油 就是抹完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啊 皮肤不再疼了 胳膊不疼了 这个叫做bam 第二个意思 我们说到了叫做安慰剂 这是小孩的奶嘴 一个事情是你这个这个安慰剂啊 安慰剂安慰物都行 叫做bam啊 bam这个词 使人情绪缓和下来的东西啊 这个叫做bam 这个词呢 怎么去记它呢 就通过一个行进词 就是palm 手掌去记啊 这个里面没有展开词 那所以就只通过一个行进词 对照去记了 记住往手掌上抹香膏香油 啊 往手掌上涂香膏 你先抹在手掌上 你看你往身上抹什么药膏的 先涂在手上 你不能直接就挤脸上 然后用那个管在身上蹭来蹭 就不可能 一定用手涂开 往手掌上涂香膏 所以这个词既然叫香膏的话 那它的形容词 其实就加了一个y 叫做方向的啊 方向的啊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展开词 但它的形容词 是在北米考试 能够出现过的单词啊 希望大家能够作为重点词 去背一背啊 叫做巴米 手掌图香膏 那么它手掌图香膏 那么形容词叫做方向啊 或者叫做温和的 为什么叫温和呢 刚才说到了嘛 就是安慰你嘛 就情绪缓和下来的感觉 好 我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bainful 大家看这个单词啊 叫有害的 或者叫使人苦恼的啊 咱们在以前很早以前 高考词汇当中学过一个字 有害的叫做harmful 大家对这个词还有影响吗 对不对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单词啊 叫做harmful啊 那么bainful呢 我解释一下 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其实是来自于bain这个词 bain呢是它名词 名词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灾祸 祸根的意思 the origin of disaster origin 大家就学会这词吧 origen 就是那个original的名词嘛 起源嘛 什么的origin呢 叫做of disaster 灾难的根源 叫做祸根 叫做祸根 灾祸祸根 所以说这个词呢 充满了祸害的嘛 不就这个意思吗 你看 使人苦恼 有祸害的就是有害的 是一个负相词 但这个祸根你怎么去 就为什么叫做祸害祸根的感觉 来自于bain 禁止 禁止做的是灾祸 这样去记 这个事你绝对是被禁止的 你一碰这个事那就完了 这就是一个祸根 就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学习的时候 你想一想 禁止碰的就是电脑 你一碰的电脑就下不来了 在鞋子弹下不来了 就是天天在那上网了 一玩玩一天 所以这就是你禁止做的 就是祸根 禁止做的是灾祸 祸根 绝对不允许你碰的 那么下面咱们来看一看 还有哪个 bein 有这样几个行进词 我们可以给它写到一块 bein say 咱们把这三个词放到一块 bein bein say 看一下这样三个词 bein这单词呢 表示什么意思呢 bein表示的是 这是一个动词了 叫什么呢 叫做衰退减少的意思 衰退减少的意思 这个还可以表示越缺越亏 因为它的反应词 可以在旁边叫增加 叫wax 咱们当年被那个 徐条歌头的时候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越有阴晴缘缺 the moon will wax and the moon will win 这边增加的意思 就是减少 wax and win 兴衰 这个词组 叫做增加和减少 这两千不要记混 你怎么才能记不记混 你记住弯弯 用拼音去拼 月亮变弯嘛 所以就是月亏嘛 所以叫减少的感觉 这也就增加 saying这次呢 是一个形容词 它表什么意思呢 稍微看过点美剧的东西 大家都应该听过这次 insane insane是不是叫疯子 这是疯了 insane she's got insane 它疯了 叫做疯狂的 那么insane就正常的 神智清醒 神智清楚的 正常的 精神神智清楚的 那么insane是疯狂 神智不清 那么这叫做清楚清醒的 下面一个单词 叫做archane 还有一个叫做enane 最后两次呢 比较难一些 如果打算考GRE 或考SAT的同学 把这两次背一背 如果考SAT 考GRE 把这两次背一背 因为都是一个 这个初题 结果初题 咱们放到一块去看一看 那么archane 这个单词发生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要抓住谁特点去记 你看为什么把这个词 给你传到一组 因为它都是后面 都是ane结尾 been ween seen archane enane archane 这词呢 就是它前面arch arch呢 咱们回忆回忆初中 代数书上 几何书上有这个单词 叫弧形 弧 对不对 弧是这个词 弧开头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秘密的 神秘的 叫做archane 你看咱们听到解说员 足球解说员 经常会说 他说 谁谁谁一脚神秘的弧线 直挂球门右上角 最终 什么弹出 什么衡量之类的 这个叫做archane 神秘的弧线 叫神秘的 秘密的 通过弧去记 arch去记 mysterious or secret 最后一个字叫做 enane enane 什么意思呢 叫做meaningless 叫做无意义的 空洞的 无意义的空洞 这个in在此处呢 注意它是一个否定 无意义的 空洞的 叫做enane 就是否定 那么这里边 我给大家穿起来说一遍 你看 编了一个口诀 你看能不能记住 记住 禁止做的是灾祸 禁止做的 ban 禁止做的是灾祸 弯弯 弯下来会减弱 禁止做的是灾祸 弯下来会减弱 四安三 你要说insane 老师这次我根本没见过 疯狂你就从四安三去记 三行无神很清楚 每天看三遍就清楚了 神志清楚的 神志清醒的 三行 三行无神很清楚 弧行开头是秘密 弧开头是秘密 变成in 无意义 弧行开头是秘密 变成in 无意义 无意义的空洞的 弧开头的神秘的 秘密的 好了 那么这一组词到这里 放到这儿去记一句 所以有个悲音风 是它的形容词叫做 有害 叫做有害的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另外一个词 跟它做一个行进词 还有个词叫做baleful 这俩放到一块 这俩词呢 你可以记成一个意思就可以了 因为它都是腹下 都是不好的意思 你要只能这两个词放到一块 你只能记成不好的 这个词基本上已经记住了 你看这要有害的 事情有害 事情不好嘛 就是有害嘛 这个词可以形容人叫恶毒的 叫做恶毒的 恶毒的 咱们在昨天 之前咱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 叫什么叫vile 还记得吗 是不是evil的 后半截啊 恶毒的 baleful这个单词 为什么叫恶毒 它来自bale这个词 bale这个词呢 本身有什么 就是表示evil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做邪恶 恶毒的意思 充满了恶毒邪恶嘛 但bale这个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 叫大包裹 a large bundle 你看我们出国 买东西回来 大包小包 一大包裹东西 叫bale 叫bale这个词 所以就要知道 把它放到一块 读一读 baleful 有害的 恶毒的 有害的 恶毒的 有害的 放到一块 都是不好 好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底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barricade 读一读这个词 barricade barricade这个单词呢 叫做路障 这个也是比较好记 为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路障之后 你在看这词的读音 我相信好多同学脑子里 都能想出一个单词 就是barrier barrier表什么意思 叫做障碍 对不对 像我们所说 那个叫做这个贸易壁垒 用的不都是这个词吗 trade barrier 对不对 trade barrier 那么像我们说 那个澳洲那个大宝礁 用的是不是也是这个词 叫做greater barrier reef 大宝礁 用的也是这个词 叫做barrier 那么这个barrier 这个障碍这个单词呢 和barricade它们同根的 它都来自于bar这个词 bar呢 作为词根来讲 其实就是表示木棒 木棍 木棒木棍的意思 因为bar咱们都知道 酒吧啊 或者一条 还有一个棒子 都是这个词 ade 咱们在第一天 我给大家讲过 第一天讲过哪个单词呢 里边还有它呢 讲了一个单词 叫做化妆舞会 假面舞会 大家还有印象吗 叫做戴面具的人吧 masquerade 还是这个词吗 我说ade结尾的表示 名词后者是一个集合 所以你看就是木棒的 一个集合嘛 在一起的嘛 所以这个叫做 路障 是这样的一个词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下边还有哪些词 你看一看 这个词跟下面 第一个词 叫做baron 下一个词 embargo 下面一个单词 叫做barbarian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三个词 bar下面还有这样三个词 第一个词叫baron 形容词 第二个词embargo 名词动词 第三个词叫做barbarian 名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baron 记住第一个目棒的集合 叫路障 第二个词baron 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贫瘠的 土地贫瘠的 你看就剩下目棒了 baron 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不孕不育的 不能生孩子的 unproduced 就这种感觉 你看布毛的嘛 什么都不能长的 你看这个地方 只剩下几个枯木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有花没有草 就剩几个棒子 第二个不能生人 不生人 不孕不育的 你可以通过批音去联想 日文人 bar加个人 baron 叫做不孕不育的 不孕不育的 好下一个单词 下面这个词呢 是一个重点 叫embargo 终于在第二阴 embargo表什么意思呢 听一下它的英文解释 叫做unlegal perhibition on commerce 像这个意思 叫做unlegal legal perhibition perhibition 叫什么意思 叫做禁止 perhibit 一个禁令 禁止 on commerce 对于商业上 一个合法的禁令 叫做禁运令 比如说像咱们说 之前检 检 检疫书 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一些 什么什么 有害有毒的东西 咱们都知道 国外有一些产品 是有毒的 有害的 那么对于这个国家 贸易往来上 这样的一种禁止 禁运令 用的就是这个词 embargo 动词就是指禁商禁运 禁止贸易往来 禁止贸易往来 embargo 这个词非常好记 为什么呢 你看造词非常鲜明 三部分 一目了然 go叫做去走 bar叫做棒子 你看我要走 用棒子给我挡住 em就是一个前缀 加强 用棒子拦住去路 所以这叫禁止 禁商禁运令 embargo 叫做unlegal prohibition on commerce 像这个意思 下一个单词 叫做barbarian barian叫做野蛮人 野蛮人 为什么野蛮人 这个词也是通过一个拆分 你看俩棒子 in表示人 咱们选过音乐家 musician 俩棒 一手拿一大棒子 这种人 野蛮人 叫barbarian 嘟一嘟 终于在第二年纪 barbarian 拿俩棒子的人 叫野蛮人 拦住去路 禁商禁运 巴人不能生人的 不孕不育 不毛的 还有诗号这个词 叫做路障 叫barricade 叫barricade 那么补充一个记忆词 叫做blockade 把这个词补充在旁边 blockade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表示 也叫做道路的封锁 道路的封锁 比如说我们说叫做 海上封锁 你可以前面讲个naval 海局那个词 加个al 形容词后缀 naval block 你说空中管制空中封锁 或者道路的封锁 可以用这个词来 因为这个封锁 这非常好记 因为block block叫什么 叫做锁 阻碍这个词 ade还是名词后缀 道路的封锁 有一个词跟他也是放到一块 叫做curfew curfew curfew这个词表什么呢 叫做宵禁戒严 宵禁戒严的意思 你看现在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到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马路上不许有人 这个地区 整个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 是宵禁戒严 不允许老百姓出来 这叫做curfew 这个词还了解一下 在报纸上 新闻当中 有的时候还能碰得到的 比较难一些 这是一个接二一词回来 在这里补充一下 叫做curfew blockade 这就简单许多了 叫做道路的封锁 上面这词叫做路障 路障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读一读 叫做body 大家读一读这个词 叫body body叫做淫晦的 或者叫做好色的 淫晦的 好色的 这个单词呢 我建议大家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这个身体这个词去记 因为它俩同音嘛 body 放到一块 人的身体 提到人的身体 就太黄了 很黄很淫晦 一翻开一本书 里边全是人赤裸裸的身体 淫晦好色的 淫晦杂志 淫晦书籍 都可以用它来做 形容词做定义 修饰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词 它的词源呢 我简单说 但我不写了 它是来自bawd bawd叫老宝子 但是这个老宝子 这个词也不认识 宝你可能还不会写 所以就不要记这个词 没什么用 也没有考过 你就记住 body就通过身体去记就完了 通过身体去记就完了 那么这里边 我说一下它同一词 看看 第二个词叫做obscine 第三个单词 第二个叫obscine 第三个单词叫做 lewd 第四个 叫做erotic 大家看一下 这样四个词放到一块去记 都是跟色情 或者是这个好色 有一些关系 第一个叫obscine obscine这个词也叫淫晦的 跟书上的同一词 比如说obscine magazines 就是我们说要黄书淫晦杂志 这为什么叫淫晦的 大家看到 这个词相当来说好记一点 因为大家认识这词吧 这也是高中词 会叫景象场景 scene 叫场景 ob作为前缀来讲 取的是一个反向 因为ob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 我说ob只有两个意思 要么是加强 要么是相反 那么这个词既然叫淫晦 它必然取的是反向 就是 否定不好的景象 就是不堪入目的景象 记住这个解释 你打 哎呦 这本书 全是一些淫晦的一些场面 这样的一些图片 这个叫做obscine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叫不堪入目的景象 否定的景象 叫做淫晦的 第二个叫做lewd 叫号色的 就是号色的 这个怎么去记它呢 这个我建议大家通过谐音去记 为什么叫淫晦号色 就是漏的 你看lewd 这通过谐音去讲 是漏出来的 没穿衣服漏的 那么如果要通过词源呢 就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变化比较大一些 这七宗罪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叫lust 是来自他 你看u和谁一样 w嘛 就他们是同源的 s和d嘛 std就是撒字母 是同甲的 所以叫lust lewd 建议家就通过写音去记 lewd lewd 最后一个词叫做erotic erotic这叫什么呢 叫做色情的 引起人性欲的 色情呢 引起人欲望的 引起人性欲的 叫erotic 终于在第二年节 这个单词呢 通过谁 先通过词源解释 它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这个 希腊神话当中的 这个爱神叫做eros 他是这个战神mars 和这个爱一名女神 叫afrodite 阿弗洛基特 所生的孩子 那咱们在罗马神话当中 大家都知道 叫丘比特嘛 希腊神话当中叫做eros 那么是来自他的名字 跟爱有关 所以这是表示 跟性爱有关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这个这个 erotic叫做 引起人性欲的 性爱的 或者叫做色情的 都行 但这里面呢 如果你会通过这个 神话故事去记呢 通过词源去记 不是特别好理解 我建议大家可以通过谁去记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单词去记 你看这词有没有背过 root root呢确实要求一个人 得有一点词汇基础了 这是一个六级词了 六千左右的一个词汇了 叫做腐烂 你要以前学过 新年年四的 第一课 这里面也有 烂掉的腐烂这个词 腐蚀腐烂的意思 意这里面是一个加强 你通过腐烂去记也行 什么叫做色情的呢 淫晦的引起人 性欲的 就是这个东西会腐蚀人 色情的东西会腐蚀人什么 腐蚀人的会腐蚀人思想灵魂的 这个意是一个加强 e加个root 加一个ic 腐蚀人灵魂 腐蚀人思想的 这个叫做色情 叫做erotic 通过一个俗词进行联想了 erotic low的 不堪入目的景象淫晦的 他提到人身体 body body 很黄很暴力 body body 好了那么这四个词 到这里放到这就结束了 不说了